今天很高兴来到杨梅普新故事馆 举办我的个展 这次的主题是龙腾虎乐 林品生量子书法展 但是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台湾茶书画艺术协会的理事长王阿眠 这次经由他特别介绍 我们才有机会到这里展览 那再来要感谢这个普新故事馆的馆长 软馆长 还有我们台湾茶叶学会的陈佑仁教授 提供一个这么优美的场地 那再来就是说这次举办这个展览 那主题里面的这个量子呢 那主要的大家知道量子是一种小分子 那具有很大的能量 而且它能够产生一种同频共振 所以这里就在指说 平生血书法里面是具有能量 那能量呢有包含几个要素 就是第一个你是由内而外 所以必须自己先去修身养性 去提高你的灵性跟你的一个频率 如果你的频率能够提高的时候呢 这个书法它就产生一种的量子能量 它有一种共振的效果 它可以改善你周围的磁场 比如说让这个环境的磁场变好 甚至呢如果人藏在一起呢 可以让你的身体呢可以调节的更适合 那平生这一次在这个 这个普星故事馆 因为它是以前的茶叶 茶叶改良所的一个宿舍 而改建成一个普星故事馆 所以这次的展览作品里面 我也特别加入非常多的一个 跟茶相关的作品 像我的左手边这一幅的茶 强调的呢 有时候就像古人所说的 山不再高有先则明 水不再深有荣则灵 场地不是有多大问题 而是这里面所聚集的一种文人气息 像这里所写的 四雅茶香清新养神 这重点就是 你这个空间是不是四雅 是不是很文雅 那茶是不是茶香 这里馆长还特别准备非常好的茶 要泡给与会的贵宾 再来这一幅 我要手边这个 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它形容说 人生如茶 人生如茶需慢品 岁月四歌要静听 所以呢 茶是慢慢品 人生也一样 就好像人家说要慢火 要活在当下一样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 今天很高兴到普京故事馆展览 那也很感谢我们这个台湾茶书画艺术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周游美 周游美他特别赠送了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兰花 还有我们南投市长张嘉哲也送了一盆非常精美的兰花在门前 那还有很多的贵宾包含我们渝川新将军 还有我们台湾茶书画协会的理事长王阿眠 还有我们台中市地址规统计会的会长 我们的谢小平 还有我们这个漂亮的油画艺术家李慧景 都亲自送花还到场致谢 还有这一次的策展人是我们台湾茶书画协会的理事长王阿眠 那这一次的展展开幕的主持人是我们台中市地址规统计会的会长 我们谢小平在这里一并的感谢他们 非常感谢他们的历练 那最后呢希望借由大家在欣赏这个书法作品的时候呢 最重要能够愉悦快乐 因为愉悦快乐呢就好像这个茶所讲的可以清心养神 像这个里面茶所讲的我们慢慢的去品作品 这样呢我们人生会很快乐会很幸福美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